点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里去做好定点 那么定点进行这个能量的输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有这个宫古外山科的一些严正反应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上臂啊 包括前臂的一些连接型的机群 包括宫饶机啊这样的一些 包括这上面的一些宫机啊 大家都要进行一定的松解 宫古外山科的条例呢 其实一周要保证在两到三次啊 那么下面我就会演示一下 它宫古内山科的一些盖子如何解决 我们上支这个骨头叫宫古啊 宫古内山科在这一块啊 我们首先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找到啊 我们这次用的是针灸头啊 相对来说呢接触面积更